每年中原普渡 三级古蹟仙社工 都会举办盛大的超度法会 信众也会前程占谱 王林庙方都是透过里长 直接把普渡物资 资政给弱势家庭和社福机构 今年延续去年 响应新北市好自责爱心大平台 将普渡贡品包560份 及白米2400包 全部捐给新北市政府 由市府统一发给需要的市民 今年来参加普渡的非常踊跃 很多的乡客 他们都把这个物资都捐出来 那我们今天举行的捐赠仪式 把这个乡客捐的这些 普渡的贡品 白米大概一万两千斤 这个贡品一份一千块 大概将近一千份 我们全部捐给我们 侯友宜市长所创办的好日子 这个爱心平台 包括民政局长柯沁中 山榮局长陈其震 及新北市员王维源等人 都到场共襄盛举 对于仙社工常年热心公益 关怀弱势的散举 也都给予高度肯定 仙社工常年 是我们新北市 我们基优宗教团体 每年的各项的公益 他们都领先在前面来做 那前几年 大家知道疫情的期间 各项的一些防疫物资也好 捐赠我们好日子爱心大平台 哪怕是我们的关怀箱 还有现金的部分 都是我们三重地区 是我们新北市最重要的一个 支持的一个力量 相信我们仙社工在带头来做公益的 这个象征意义之下 我们一定会有更多的公庙 一起加入来做我们社会公益的行列 让我们新北市呢 这个爱心大平台 可以满满的幸福 那带给我们人民 所有的民众满满的感动 现社工的逛品物资包 内容非常丰富 包括各式酱料 调理包 饼干 罐头及面条等 相信拿到的民众 都会温暖在心头 记者仁宏采访报导